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美国职邦大联盟到齐对日本球星大谷祥平 近日因为前翻译水源一平而卷入千堵风波 但人气似乎不受影响 在洛杉矶小东京一处饭店外墙 有艺术家挂起衣服高达11层楼高的大谷祥平壁画 呈现他二刀流的英姿 吸引粉丝前来欣赏 美国职邦大联盟球季开打之前 日本球星大谷祥平意外的深陷了千堵遗云 如果尽管如此一点都不减少了 当地的日益社区对他的喜爱跟尊敬 记者所在位置在洛杉矶的小东京 这里树立了一幅大谷祥平的巨幅壁画 表达对他的尊敬 我的天啊 我很厉害的他 今天是一个荣誉看到他 日益族群在洛杉矶小东京有上百年历史 艺术家瓦格斯花13天时间完成这一幅 高45公尺宽18公尺的作品 呈现大谷祥平兼具打击 头球的二刀流实力 壁画代表他对大谷百分之百的支持 他就是我们的 Babe Ruth今天 和他做上和上的地区 他真的是一个例子 的方式 的方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瓦格斯是在地艺术家 他强调这幅作品重点是团结 把人们拉在一起凝聚了洛杉矶人 他说壁画虽然位在小东京 但大股是全洛杉矶人的骄傲 无论来自何方都是盗企球迷 装饰记者林洪汉洛杉矶报道 台湾企业家王文祥赞助LPGA洛杉矶销赛 日前他在记者会上宣布 将加码总奖金到375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2亿元 希望能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家投入 提升女性高球选手的待遇 打造正向的运动环境 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 洛杉矶锦标赛将于4月底举行 台湾企业家王文祥夫妇是出资者 日前在记者会上宣布 今年洛杉矶锦标赛的总奖金再度加码 并提供参赛选手免费住宿 王文祥夫妇从去年开始赞助洛杉矶锦标赛 总奖金从150万美元提高到300万美元 今年更加码到375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1.2亿元 希望能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企业投入运动赛事 美国女子高尔夫球赛制的奖金 过去只有男子赛制的20% 去年获得冠军的选手葛玲提到 站上LPGA的舞台并不容易 期待随着这次的赞助 能带动更多企业家的关注与投入 王文祥妻子王范文华也表示 提升女性选手的待遇 才能打造更好的运动环境 王文祥出身台湾 在美国事业有成 她表示美国是个文化大龙奴 身为台湾人 也希望能为当地做出贡献 目前已邀请了18名台湾企业家到美国 一同参与职业业余配对赛 认识美国职业运动的运作 也期待共同为台湾运动赛事出一分力 中央社记者林鸿瀚洛洛杉矶报导 在海外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行为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台湾一家种苗公司在印度深耕25年 细心指导当地农民种植技术 在印度高单价的蔬果市场 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未来更将朝着在地育种的方向迈进 以缩短种子从研发到销售的时程 一大片土地竟是绿意盎然的农作物 农友公司在印度深耕25年 将台湾品种带入印度市场 尤其是红飞木瓜和昆淡品种羊香瓜 咬一口香甜四溢 深获当地民众喜爱 农友公司自1999年进军印度以来 已在全印度设立十个办事处 并与八百家种子零售店合作 走进农友大楼可见到宽敞的厂房 这动于2022年12月在普恩近郊新扩建的办公大楼 还设有实验室品管和研发部门 最早的话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不想就是在琢磨就是传统类型上 因为大众化我们知道这边的种子单价很便宜 那我们就是想要把不同类型推广给消费者 那当然农民的那个就是说接受度一开始就不大 我们就透过试做然后再办活动推广活动 试吃活动慢慢把认为他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不同类型的水果或蔬菜相对的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面对印度低价竞争的情况下 农友公司选择了精致高涨路线 推广多种高品质蔬果给消费者 我们会这里这边成立R&D就是研发中心 也会有一种的计划在那边执行 自己能研发本身在印度的品种之后 可以就地生产然后当地销售 因为我们台湾都有各自的文化 然后各自的规定跟制度 相较于你要跟当地人合作合伙比较不容易 而且我也知道印度的一些业者 相对他人生会做生意蛮精明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就是一些长期耕耘为主 未来农友公司将在印度展开育种计划 研发本地适合的品种 以更快速更贴近需求地满足印度农民 对于有意投资印度的台商 王昭杰建议要稳健发展 现在所处省份深耕 再逐步扩大市场版图 中央社记者林行健普恩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我们在华视频道ished 欢迎订阅层讯归发展